Nope 台灣耳男開稿囉 嘿大家好 我是台灣耳男 歡迎各位來到空缸王高砂教學第一集 這系列的影片 我們會對高砂在進攻端的技能 超級擋拆來進行深入討論 在正式教學之前 我們先來聊聊什麼是擋拆 一下內容取自危機百科 在擋拆PICK戰術中 有一個無持球隊友擔任掩護牆 運球隊員貼著牆運球 防守自己球員 這個我就不念啦 大家自己看吧 有空自己上網搜尋 念完這個 感覺有點敷衍啦 好算了沒關係大家自己看 OK 那麼重點來了 在遊戲中要怎麼使用目前最強擋拆角色 高砂一馬來執行擋拆呢 等等我們會在影片中給大家比較詳細的解說 到底怎麼樣才能給隊友大海一般的空檔 首先我們回到高砂一馬的技能講解 高砂之所以稱為最強擋拆角的原因 除了他擋拆範圍本身很大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技能的 這一個屬性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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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好 擋拆成功時短時間內會提升 當前持球隊友的空位命中 所以只要成功擋拆 即使是鐵道不行的藤真 都能夠低球直接進 但問題是如何成功擋拆 高砂本身的擋拆成功率其實已經很高 但加上力量屬性 絕對可以讓你把防守者頂到懷疑人生喔 我自己最常用比較舒服的潛能分配方式是 20力量30彈跳 一來拿擋拆二來三分就算沒進 也能衝進去搶高板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個畫面當中看到 力量屬性的一些 呃...數據 裡面有一個是影響擋拆的成功率喔 那麼以下呢 是一個最常見的擋拆錯誤式 好我們再看一次 剛剛這個擋拆錯在哪裡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所有真實世界中的擋拆是怎麼運作的吧 有找到關鍵的地方嗎 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 公佈答案囉 我們將會就兩個關鍵因素來討論一個 成功的擋拆戰術是如何發生的 首先第一點 射手的走位 在一個正確的擋拆戰術中 被掩護者也就是射手是會持續移動的 移動的目的是為了吸引防守者往掩護牆壁撞 而且移動的方向應該是要往掩護牆的方向移動 我們再來回顧剛剛的錯誤示範 再來第二點 射手的走位固然重要 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會左右整場戰局 身為一個稱職的掩護牆 你一定要學會這一招 接著就讓我們來聊聊關於高砂的擋拆技巧 有經驗的對位射手的防守者都知道要繞過高砂的擋拆 那怎麼辦?難道就不擋拆了嗎? 不!身為一個追夢率般的綠葉角色 當然還是要擋拆 但要怎麼擋的無痕跡就是一門藝術啦 我就會用這場比賽來示範一些擋拆的技巧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防守者已經反應到要跟上對位射手 這時候如果我們太快按下擋拆鍵 基本上會撞上來的人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新手 另外一種就是他喜歡你 所以怎麼樣擋得無痕跡呢? 我就把這招簡稱為無痕擋拆了 這就是一個無痕擋拆的範例 預判對手的腳步 在他走路到一半的時候再按下擋拆鍵 基本上你不太會看到擋拆的動作出現 只會看到對手在你面前倒下 這個時候有了擋拆加持之力的藤真 當然第一球就是直接突破空心三分球 好以下內容我們直接快轉到我們要的重點部位就好了 請各位見諒因為保持比賽的完整性 所以決定還是將這些快轉的部分放入這一集的節目裡面喔 好接下來這一球你可以看到 藤真利用他的移動速度優勢 左右晃迷惑對手 直接讓對手撞在我的掩體牆上面喔 這就是藤真最好用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用高砂擋拆 蠻喜歡遇到藤真的原因 是因為藤真的移動速度很快 一方面他又可以很輕鬆的去控制我們的防守者的走位 所以當你如果在跟藤真有溝通協調好的狀況下 其實很容易讓對手就往你的掩體上撞 好接下來這招是我個人最喜歡用的一招 雖然實用度是0分啦 但真的還蠻帥的 擋拆後直接順切到籃下按下速扣 這個時候我的月定月點券跳出來了不好意思 那接下來這個環節呢 為了保持比賽的完整性喔 我們還是將這個內容直接用快轉跳過喔 那接下來 藤真因為他的能量集得差不多了 已經開了光 在藤真開了光之後 因為移動速度變快 所以這個時候擋拆起是更好 擋對手也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想要去跟上藤真的腳步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高砂這個綠葉角色 最可以發揮本領的時候囉 好接下來這一球 就真的是一個完整的Pick and Roll戰術囉 撞上掩體之後 持球者直接切入籃下進去跳投得分 這就是藤真在開大之後最牛逼的地方喔 真的很難很難守 好再來這一球呢 其實就是一個相當適合擋拆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藤真把球帶到外面的時候 直接在防守的路徑上堵住 對手就會直接往你的臉上撞上來直接跌倒喔 我們再回顧一次剛剛這一球 這一球我們把速度放慢0.5倍看 你可以看到擋拆的動作幾乎是完全沒有出現的 但是阿末就莫名其妙的被頂了一下 感覺非常恐怖好像撞到鬼一樣喔 好那麼這場比賽打到現在應該也是沒有懸念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用剩下的時間 來幫各位做一點重點整理喔 在我們今天講到的一個成功的擋拆戰術是如何發生的 首先第一點就是射手的走位 在一個正確的擋拆戰術中被掩護者 也就是射手是會持續移動的 移動的目的是為了吸引防守者往掩護牆撞 那為什麼今天這一集會用藤真呢 因為藤真其實也算是一個持續移動的射手喔 跟供應這種定點性質的射手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在之後的集數裡面 我們也會跟各位介紹到比較多 其他射手要如何幫他們擋拆 甚至像集訓仙道或者是集訓流川這種 要怎麼幫他們來做擋拆 再來第二點是掩護牆的卡位喔 射手的走位固然重要 但還有更重要的因素會左右整場佔局喔 身為稱職的掩護牆 你一定要學會這一個 預測對手走位 並且完成這個無痕擋拆的技巧喔 那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學會一些基礎的擋拆技巧喔 感謝大家 我是台灣耳男 大家掰掰 唉 高砂真的是 永遠沒辦法當MVP 如果擋拆有算分數 我跟你講我他媽常常MVP 喔對了 那如果你問 對面對手如果出長谷川怎麼辦 我只能說 放棄擋拆吧 打空間證謝謝 謝謝